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我本身添上去的 那我还是最真诚的友谊来自我介绍 我是香港星光组织永远非满意料友 非常感谢感恩公司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今天办的这个会议就是 就是如何要上飞马 那上了飞马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这个飞马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光维永远非满意 就是说看到飞马那个飞装 就已经吸引了他 穿上白色的衣服 看到全都是白色的衣服 也吸引了他 其实这是个表面 对不对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 大家想知道吗 想 因为我当初来到立会的时候 也是非常感恩 感恩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长 他老远老远呢 从泰国飞到香港来 我的恩人 我的引路人 我的就是老师 永远非满是 佳妮非满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因为 我有第一天 就是见到我们的大飞马之后 他给了我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目标 就是一心 一心重不重要 我们做飞马要二十六个一心 对不对 二十六个一心 二十六个一心 那一心是不是很重要 那他跟我讲 六眼你这个月要上一心 我不知道什么叫一心 但是我简单相信 听话去做就成为了一心 第一个月成为了一心 我就可以第二个月 六月份去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去领奖 那一刻开始 我看到令会 全场的很多很多人上台来 就是领奖 几千人 全都穿着西装的 哇 我这个是怎么样的公司 我就是参加这样次的一个表扬大会 就是在2019年的六月份 参加第一场的表扬大会 我看到那么多人 那么多飞马走向台上 飞马九 已经三皇了 这个时候 哇 那什么叫三皇我也不懂 反正我看到他们就是 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做理 做直销 为什么选择 就是有个倍增的力量 对不对 有一个叫我们一些普通人 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 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 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的一个平台 是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也非常感谢 感恩我的引路人 我的就是 Helen 她就是把这个 这么好的机会 介绍给我 我也非常感恩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大领袖 杨几岳 孔雀 领袖 就因为她 我没有 没有加入立会之前 就是在了解期间 她已经就是 做领袖的就在帮我 因为我们不懂 不懂的时候 就有人帮 是不是 有人帮 是不是非常非常好 是吧 有那个开始 从没有 到现在我们的团队 也算在香港这边 就是算比较大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由我们的领导 一步一个脚印的 带领着我们 不是我自己 就是 厉害 我刚才我的伙伴 王伟飞嘛 Candy飞嘛 还有我们的Candy飞嘛 所以 都是讲我厉害 带出那么大的团队 其实不是 其实呢 就是 我也是 从一个人开始 对不对 从一个人开始 然后呢 有我们的领袖 带着我们 跟着公司的系统 去进入我们 立会的 这个 一个 这么强大的一个 平台 是吧 那为什么 我们要 达到最大的目标 最高 最高的目标 叫飞马呢 为什么要冲飞马呢 我可以老实跟你讲 我可以老实跟你讲 从 我在 那些 杂志上 了解到 就是 我们的 公司的 最早的一个 没有文化的 一个 病猫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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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一个破产的 那个 叫做 叫做 我们 还有 刚才讲的 那个 冯一恩 一个小女子 一个 就是一个 卖内衣 一个 销售员 都能够 每个月能够 达到 就是每个月能够 有多大的收入 过千万的收入 你想想看 我们一个普通人 如果一个破产的人 如果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能不能一个月 赚到过千万的收入 能不能 不能 就是因为 他们这些飞马 吸引了我 我在这里 我想 我也要在这里 一定的可以成功 再加上 我在 2020年的1月3号 我去到新加坡 参加12周年的一个 就是晚宴 12周年的晚宴 我就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大飞马 监理飞马 我那时候才二星 我去那个地方 就是说 这个舞台是给 做到的人 是不是 我那个时候是想要的人 我才二星 为什么我能够去参加这个晚宴 是我想要 对不对 但是去那个地方 我们的大飞马怎么样 大家有感受到吗 他带着我去到飞马堆里面 去 全是飞马堆里面去 过一个二星 去到飞马堆里面 而且 叫我跟那些 又帅气 又年轻的飞马 编上这照相 他一定要照这个相 我说 这个相应更重要 他说你知道吗 你编上这个 最帅的 最年轻的飞马 是破产的 不是破产的 是做乞丐的 我做乞丐的飞马 那么帅 在我边上照的相 我现在还有那个照片 你知道吗 这个帅的飞马 还是那么年轻 我就后面问他 为什么做乞丐能成为飞马 他说 真的是天桥底 真的哪个盘子 在天桥底 真的要饭的 真的要钱的吃饭的 真的一个乞丐的 为什么他在这里能成为飞马 我就让他感动了 那次回来之后 我说我不像他那么糟糕 是不是 只要我跟着公司的系统 只要我勤快 只要我不断的学习 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所以来说 回到香港之后 所以说去到国外 去参加一些会议 打开这个格局是很重要 格局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从一个阿兴 从国外回来 我就不懂 就学习 真正一步一个教育 不像现在我们 大家那么幸福 有那么大的会议室 有我们的Kason 有我们的Aria 有我们的公司的总经理 还有Harry经理 还有我们现在Win 每时每刻都是在协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快速的成功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又是疫情 又是没人交 没人带 那我们怎么去做 那就是说 我的目标一定要做飞马 但是 我的目标是飞马 我不是成为我们深光组织 香港深光组织的第一位飞马 但是我的下限 我的宝贝王梅 成为了深光组织 香港的替卫飞马 我们给这个掌声给我们的 宝贝飞马 由她那个挑战飞马开始 我在想 我不能够给火烧屁股 对不对 哇 她冲上飞马之后 那公司就在说 廖言 轮到你了 到你了 我说等等看 到你了 再等等看 等等等等 又到了 哇 我们的那个张伟山飞马 在最热情 在日情最糟糕的时候 哇 她一直那么 鼓鼓那么大的勇气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刚才我们肯定飞马说 不难在酒楼里面吃饭 不能堂食 然后呢 疫情是最严重的时候 都很多人中招了 因为我们肯定飞马 本来想挑战飞马那个月 她中招了 她没办法 如果她不中招 我觉得她是会挑战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谈生意 在在哪里谈啊 在公园里面吃饭 要去谈 我们真的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给我们张伟山飞马 她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让我佩服她 独提投地 我用这么优秀的宝贝 我会说还不成为飞马 好了 我还在等啊 等啊等啊 我说屁股烧着一斤 真的 受不了了 哇我们的那个Candy飞马 太厉害了 来了半年 她又才会飞马 哇 她在四五六月份 就已经挑战完了 我逼的没办法 我六月份 我一定要开始挑战 那我在去年的六月份 六七八三个月 我就挑战飞马 挑战飞马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做飞马 肚烂成功 为什么 只要你目标坚定 是不是 你目标坚定啊 那就会有好事发生 那当初我挑战飞马的时候 我也是线不够的 真的不够线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就正好我 遇见了我的大哥 我在二十多年前 也认识他 在那个时候呢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就重遇见他 重遇见他呢 那时候我不敢跟他讲 我做例会 不敢讲 但是呢 他脸上有很多很多 就是那个 那个 挫痧 他就看医生 我就陪着去看医生 陪着去看医生 我就不敢 叫他吃干细胞 我说你去看吧 你看到医生 如果帮不了你 我就要你死心 对医生死心 我才跟你讲 那个干细胞 后面呢 真的 他看了一个多月 看不好 吃很多中药 看不好 OK 那我就有机会跟他讲了嘛 我说大哥 我说你吃吃这个干细胞 他吃干细胞 他也不知道 这个例会 就是他在五年成 在台湾 已经参加了很多 会议的例会 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吃了 感觉非常好 他说我介绍的团队给你 台湾的团队给你 然后把一个视频发给我 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 2018年10周年的那个 视频发给我 我这个就是我们例会啊 他说我 那朋友就去做这个很大的论 我可以介绍给你 我就是例会啊 所以说 那个时候缘分 是不是啊 那个时候他没有加入 台湾的例会 对不对 就缘分来了 在我挑战飞马的时候 他加入了我的团队 是不是啊 是不是 这是一个 如果你想要的话 天都在帮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大方 欢歌 非常非常感谢 在那个时候 我挑战飞马的时候 他就来到我身边 他不断的支持我 不断的给我鼓励 因为他刚进来 他是一个另类的人 我跟你讲 他是个大哥来的 就是说 然后他能够在这个直销这里 以前没人的讲直销 他就看都不看的 在这个时候 他在支持我 我在挑战飞马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我所有团队 我所有团队 我的伙伴 我伙伴他说 他说 言姐 你就抽你的飞马吗 所有的会议 什么安排 我来安排 全部是这样的配合我 我团队就真的配合我 我让我就在这三个月 很很顺利的 完成了我飞马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这个飞马的意义 非常非常的重大 为什么 因为公司一早盯着我 这个料理 为什么下面 除了那么多飞马 你还不上飞马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的意义 真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严重 我说我再不上飞马 就很严重了 那我为什么 其实一个原因就是 我下面的很多伙伴在上飞 然后我就是听到 我们的经理说 就疫情那么多年 有可能 九月份 那个表扬大会 在香港举办 我在想 香港举办 那我六月份 不挑战飞马 六七八不完成的话 那我在香港本土 举办 那那个 比较大我 没办法上台 我的荣誉 何在 是不是 那我就有很多 很多种 种种原因 就是这样子 让我不知不觉的 成为了荣誉 飞马医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 所有伙伴的 陪伴 所有伙伴的支持 谢谢我们 建里飞马的鼓励 一直以来 一直在鼓励我 在鞭策我 真的我非常感恩 来到立会这边 我就有这么大的福气 因为我从一个人开始 现在有这么多的伙伴陪着我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我这么多年来 我老公都很少见 我天天见我的伙伴 好是不好 好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飞马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我可以跟你讲一点点 大家知道4月 4月26号是我们的 那个四周年期 对不对 是吧 我在几年前 跟一些朋友 就聊过这个立会 跟他聊过这个立会 他不离我 他不加入我 他不加入我这里 那一天呢 有别的人 邀请他来 来到现场 他看到我上台 他这次不放过了 他直接要跟着我 做飞马重要不重要 真的很重要 又有名又有利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做飞马来说呢 我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好处 你们上了飞马之后 你就感受得到了 我们公司给了我们的飞马之业 你们有去参加过吗 去到瑞士哦 我人生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情况 今天是很大的太阳 晒得我们真的要戴太阳眼镜 要戴太阳帽 明天下大雪 哇塞 我就刚开始学校瑞士的时候 又说瑞士很冷的 又说瑞士又下雪的 那么好的天气 我说我这么大的人都没见过雪 我真的这么大的人都没见过雪的 你尽管我是广东人 真的没有去过北方 也没见过雪 哎呀明天真的飘得很大的雪 我就想我这个飞马之业 我参加的真的很有很有意义 对不对 是吧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了 还有就是在这个飞马 为什么飞马那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影响力 我们做了飞马之后 我们真的很大的影响力 可以让我们团队借力 是不是 我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越多的飞马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给我们伙伴结底力就越大 是不是 我们全部人来到跟我们的飞马照相 哇日方向的力量 重不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 让我感受到上飞马 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 现在上的飞马照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 非常非常 就是重要的一个 这个拼结 就像我们 这个月 我们的 基基 我们准飞马 我们给热帐 给我们来准飞马 他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去了 那个菲律宾的高峰会议之后 回来就挑战这个飞马 然后他每天早上 八点准时来到公司 想问大家公司是几点开门 开门的 十点开门的 为什么八点能开门给他 因为有一个要的人 对不对 有个目标大的人 是不是啊 我们公司是尽量去配合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要给个掌声给我们的公司 就是他给我们公司 非常感恩 这样子 他回来之后再十多天 十二号回回来 才开始挑战这个飞马 他今天五点 就完成了 超额完成任务 对不对 我给大家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团队 他也是给团队所有的感动 不是一个人在冲飞马 整个团队在冲飞马 我看到他的伙伴 真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团结的 在一起那股力量 让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我们 就做领袖的 辛苦点没关系 对不对 再辛苦点都没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说在这里 我希望在大家 在这一刻开始 地面目标 最大的目标 飞马 不用怕 在这个三月当中 你的奇迹会发生 像我一样 奇迹会发生 很多很多的献得出来 对不对 不怕的 像自己一样 他就是很多很多的献出来 很多很多的伙伴真实 好是吧 好 我今天飞了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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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大领导啊 各位大领导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